第103集 调查 一人一影对视了很久 那个黑影似乎在眼睛的瞳孔部位 突然间折射了一道金光 对眼就发灵了 清晰眼明手快 两下就把自己的窗口关了 心里面惊闻未定 清晰掩住自己的胸口 吓死我了 但是好奇心这件事总是驱使着他 他静悄悄地掀开窗口 露出一些疙瘩 然后探出一只眼向外看过他 那个黑影已经不见了 街道上什么都没有 清晰简单地冲了个梁 冲凉的时候都发了好几次牛豆 他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 躺在床上 现在他真的觉得这张床无比舒服 他慢慢地眉上眼睛 谁知道对眼一眉上眼前就出现 各种关于那个神秘黑影的片段 包括今晚他在回来的路上碰到的 简直就是惊心动拍了 他猛然地和床上坐起来 天啊 吓死了 他拍了在自己的胸口 去镜一场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心情才平复回不少 这一晚 清晰睡得特别不踏实 整晚一不是发暗梦醒了 一不是就回来覆去地睡不着 搞了他整晚 第二天一早 天线也刚刚蒙蒙干 客棧正准备开门迎客 清晰拖着疲憊的身体就下来了 随意地找了一张桌坐下来 整个人趴在桌上 想要补一下教 由于客棧刚刚开门 都还没有客人来 店小仪也很有空 有点无聊地坐在清晰对面 他看着他 姑娘 你今天是昨晚没睡好 清晰摆了一手 我也是了 我昨天又见到那个食心魔 他刚刚说完 头又跌下了 瀑了在自己的臂弯里面 店小仪听到这句话 倒是很好奇 姑娘 你在哪里又看到 他更多的其实是惊恐 难道他们的客棧 也跑进来食心魔 那么他们的命起不是保不住 清晰抬高头 努力地抹开沉重的眼皮 尽力了 都只是微微地瞇着眼 昨天我刚刚回了房 见到在一个窗外面 那个食心魔 就站在街上 跟我对视 对眼还射出了 两道金黄色的光芒 好得人害怕 我就立刻关了个窗 然后我再打开一看 他就不见了 清晰轻描淡舍地 说着昨晚件事 他现在实在太眼睡了 都来不及回忆那种惊 他现在只是想睡觉而已 哎 姑娘 你 你 你可能被食心魔 盯着了 店小仪一边说 嘴唇就控制不住在那儿震了 啊 清晰的心里面一惊 猛烟抬高头 即时就清醒了不少 哎 姑娘啊 小仁呢 劝你还是趕快走啦 店小仪推推着清晰 想去执拾行李了 我不走 清晰坚定着自己的态度 她说不走 她就一定不会走的了 而且她之前还答应过那个妇人 要查出这件事 为她的女儿来伸冤了 又怎样可以临阵退缩呢 哎 姑娘啊 你听小仁一句劝啦 你只是路过而已 就不要这么挖啦 这些是我们魏星镇的事 你就不要叉着脚过来啦 哎 快快走啦 店小仪说完就推推着清晰 将她向楼上她的房间里推了 清晰都不知道做什么 好像中了魔一样 就真的去执行李了 但是执着执着 她就感觉到哪儿有点不对路了 店小仪的说话 一直在她耳朵旁边回响着 等一会儿 刚才店小仪说 这个是他们魏星镇的事 莫非这件事情另有隐情 清晰下了楼 但是肩膀上就并没有背着行李 店小仪一看就走过来啦 哎 姑娘 你为什么还不收行李呢 快点走啦 清晰倒是不方不亡了 小仪啊 你刚才说 这些是你们魏星镇的事 莫非食心芒这件事 另有隐情 店小仪下意识地 用手掩着自己的嘴 她什么时候说漏嘴了 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现在这个姑娘提起身 她才发现自己说漏嘴了 哎呦 没什么 店小仪拿着桌布 在桌上抹着 躲避着清晰的目光 小仪 帮我打包两只豉油鸡 清晰突然想到一个人 或者她会知道的 那就是那个妇人了 店小仪就去帮她打包了两只豉油鸡 也都没有问什么 清晰拿了豉油鸡之后就走了 店小仪都还想说些东西 但还是没有问那么多了 她可以说的都已经说完了 日头的街道就不同夜晚 日头那阵很热闹的 一派心机 人来人往似的 没办法想象 这里居然会有食心魔这种恐怖的东西存在 也就只有在日头那阵 这里的人才有胆出街 清晰越过了这片繁华的街道 直接就去到那个妇人的家 清晰去的时候 那个妇人正在家做针线 看到清晰 她放在自己手上的东西 很热情地走出来迎接 大娘 我带了两只豉油鸡给你 清晰一边说 一边把手上拿着的豉油鸡放在桌上 然后就坐在那个妇人的身边 你看看你 来不来 还带这么多东西来 那个妇人似乎是闻到了 纸里面包着的豉油鸡的味道 眉头皱了一皱 姑娘 你带了什么来 豉油鸡 那个妇人的手 刚刚要去触碰那个纸包 听到清晰说是豉油鸡 连望就缩回自己的手了 而且将豉油鸡 向清晰这边推过来 姑娘 这些我不要得的 那个妇人拒绝了清晰的好意 大娘 你收了它吧 我特意带给你的 清晰将面前的豉油鸡又推过去 拥到了那个妇人的面前 那个妇人和清晰两个人 互相推了很久 最后妇人都还是收下了 不过是在清晰答应 留下来吃饭的份上 才收下的 姑娘 你今天来这里 所为何事啊 清晰这阵时 才仔细看了下 这个妇人的面容 相比起昨天 她更加潮水了 好像是整晚都没睡到 整个人 看上去一夜之间就衰老了很多 面上是好心的皱纹 干粒的面 看起身就好像一块树皮一样 昨天见她那阵 都没有仔细看过她的面容 现在因为自己的女儿死了 她的面上凝结着的女痕 都还是挥之不去 清晰诚恳地对那个妇人说 大娘 实不相瞒 我是真是想查清楚 食心魔的事 亦都是真心想为你女儿身冤的 那个妇人的眼泪水 杀时间就收不住了 哼哼声地向下面扭 浸润了先前留下的女痕 姑娘 你有心了 这件事你都是没理了 早点离开这里 那个妇人站起身 向着一处偏僻的屋道走过去 清晰跟上去了 都还没走进去 就闻到一阵香火的味道 妇人正在烧着香 对着一些牌位在拜 她嘴里面似乎 淋淋沉沉沉沉沉说着什么 只是她说得太快了 清晰就听不清楚 姑娘啊 你都是快点走啦 不要理这件事啦 唉 真是好可憐啊 那个妇人劝说着清晰 语气带着无奈 大娘 昨晚 我在回去的路上 见到食心魔啊 清晰轻描淡舍地说了一句 面部表情也没有任何变化 但是就是这句话 令到那个妇人的面色 忽然间变了 眼里面全部都是掩饰不住的惊恐啊 什么话 你遇到食心魔啊 清晰扭了头 很肯定地回答了 是啊 那个妇人围着清晰 眼神在她身上到处观察着 左看看右看看 看看她有没有受伤 你有没有受伤啊 碰到食心魔的人 只有两种后果而已 一不是就被食了个心 死了 一不是就走掉了 但是因为阴影太重 会变瘫的 但是眼前这个姑娘 完毫无损 什么事都没有 这个倒是令到妇人 觉得很奇怪了 清晰拧了头 没有啊 我武功不错的 她说起自己的武功 有点面散散地笑了一下 如果不是因为她偷杂 哪有那么容易脱身啊 你真是没事 那个妇人反复确认 清晰真的没事 她怕清晰和她说谎 隐瞒事实啊 清晰在她面前跳了两下 然后还转了个圈 大娘 我真是没事啊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你订阅收听 在留言区留下你的看法啦 主播等着跟你互动的 第104集 灵友引情 那个妇人看了清晰 这个姑娘看起身斯文犹弱 但是这个武功必定是极好的 如果她真的可以除了这个食心魔 对这里的人来说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那 大娘啊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 知道没有 清晰试探着 向那个妇人询问 她拉着自己的椅子 向她旁边靠近了一些 那好吧 我告诉你 那个妇人还是犹豫了一阵 那才决定告诉清晰 清晰就伸长了脚 一面好奇地看着那个妇人 洗耳恭挺 那个是很久之前的事啦 我都是嫁了过来 才听到有老人家说起这件事 不过 我们危声阵的人呢 真是人尽皆知的 只是大家都约定组成 不会再提那件事 好怕有朝一日 真的映染了 会报应到自己头上呀 现在 我老公又死了 我女儿都死了 我在这个世界上 都没有什么牵挂的啦 说就说啦 清晰心里面有恶啦 什么呀 这么厉害的吗 什么病毒呀 会通过语言传播的呀 接着那个妇人就接着说啦 以前 毅星镇有只神兽 常年都跟那些百姓相安无事 互不侵犯的 直到有一年 身上任那个阮令呀 玩这只神兽 其实是害人的妖精 就集结了毅星镇的百姓一齐 炒和了这个神兽的住处 逼得他走投无路 后来 请了个得道高僧 一把火烧死了他呀 烧了七日七夜 才化成灰 临死之前 这只神兽居然开了口呀 同镇上边的百姓落了咀 他说一百年之后 会化成食心魔 食毅星镇百姓的心呀 虎人叹了一口气 现在已经过了一百几年了 当时的阮令 下令消死了神兽之后 他当晚就暴斃而忘 身上任的阮令 怕死这只神兽死了作怪呀 就请了法力高强的道士 做了一场法事 在神兽死的地方 扎了一块大石头 用来镇住神兽的冤魂 然后 还倒毁了他的巢月 令到他永世不得超杀 谁知道后来 魏星镇有一段时间 频繁发生剧烈的震动呀 大概会持续一盏茶的事 虽然没有对魏星镇 造成太大的伤害 但是呀 大家都心知肚明呀 这只神兽 就来要醒回啦 后来 又新来了一个远邻 建了一间屋给自己 选了那一柱 用石子压着神兽三魂六拍的地方 为了塞住幽幽中口 他下令不得议论关于神兽的事 大家对神兽是很害怕的 最开始不议论是因为阮令落的命令 后来呀 只要议论过神兽的 不出几天就会死于非命呀 清兽呆熏嘎又ぐ了 清兽哑的听着啦 听过 这个食心惑出现的那几日 阮令起的屋一瞬间就与� closed 它被活了在里边 就这样就死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 危声阵无怨令 大家群龙无首 整天都惶恐不安 后来 这件事才慢慢压下去 才有了怨令来管事 很长一段时间 一直都相安无事 食心魔的出现 是源于云府的主人被人画了心作 就有了食心魔一说 当时都没什么人相信 但是接二连三出现心脏被划的情景 人们才开始关注 对于危声阵来说 就是一个诅咒 一个流传至今的诅咒 那个妇人滔滔不绝地 和清晰讲着自己所知道 关于食心魔的传说 但是传言这件事 很多时候是不可以轻易相信 但是目前对于清晰来说 这个没办法辨别真假的传言 也是关于食心魔的一些线索 清晰一直相信自己的观点 这个世界上是没鬼的 听了这么多 他心里面也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 不过 他决定先去了解一下云府的情况 他总是觉得 这个云府和食心魔肯定有关系 清晰正在想着自己的事 那个妇人叫了他两声 他都没听到 那个妇人拥了清晰 清晰一额 那才回回个神 啊 什么事啊 清晰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 他自己错过了 于是就问了 姑娘啊 我可以说的都已经说了你听了 你如果不行的话 都不要确定来呀 毕竟你是一个姑娘家 哪里比这些鬼呀 所以说 这个食心魔是因为咀嚼 清晰在脑里面整理了半天的头绪 这样才总结成了一个简短的说话 那个妇人呆了下头 无奈地说了 这个诅咒 是对危声神的人的 早上做了一些陰室的事 有报应了 大娘 我看就未必了 清晰是一个相信科学的人 对于鬼神的说法 不足以令他信服 而且他更加相信事在人为 清晰站起身 要向外面走 他决定趁着天色都更早 去云府看看 毕竟 这个是魏星镇 第一个出事的地方 那个妇人一下就拉住了他 姑娘要去哪里呀 清晰轻轻地拿开他的手 大娘你不要担心啦 我不会有事的 清晰并没有跟那个妇人说 自己究竟要去哪里 这个封建迷信的社会 很多东西都是不可以触碰的 但是清晰不同 他是二十一世纪的人 他决心要揭开 这个食心魔的神秘面纱 毕竟这个阵并不是很大的 想找一座府帝来说 还是比较容易的 毕竟这个毕竟这个毕竟之中 所住的人 大部分都不是很富裕的 所以家里所住的地段 并不是很富裕 而这个云府就不同了 坐落在整个毕竟最好的地段 离杂市比较远 远离圈僑 但也不是在边缘的山林地区 只是偶然有人经过 云府这片区域的地段 人烟稀小 这样的条件 令到清晰的身影 站在云府前面就特别显眼了 他就这样站在云府的门口 门口是有人把守着的 他们就这样互相对视着 大眼睛小眼了 清晰周围观察了一下 这个云府看起身 已经有点连头了 跟他们说的云府的存在时间 都是不太符合 清晰扎戒衣不注意地看了一下 就走开了 看守云府的人没有注意到他 以为只是过路的人 对云府好奇而已 但是清晰又怎么可能 那么随随扁扁地走呢 他兜了一个大大的圈 然后就来到了云府 比较偏僻的地方 那个是一幢围墙 围墙的另一边 正是云府 清晰眼看四周围没有人 看着那一处矮的围墙 同时也是在云府之中 比较破败的 他的脚尖轻踩在地面 身就跃上了半空了 然后触碰了一下围墙的墙头 就这样轻易 进了云府里面了 但是他刚刚一进到里面 就发现了 有点不对路 他现在所处的院落 是这间这么大的云府之中 其中的一座 这个院里面破败不堪 似乎已经荒废了很久了 清晰一边观察着 一边后退 不知道为什么 总是觉得这里里面 阴心心的 冒着一阵寒气 周围的气息波动了一下 清晰下意识的 向自己四周围看了一看 以免自己被偷襲 谁 他紧握着拳头 随时准备 跟那个人缺斗 只是他还很害怕 握着拳头的手 都在剧烈地震 就连移动的脚步 都是小心翼翼的 忽然间 就在这么一瞬间 清晰的眼前出现了一个黑影 就站在一个院的门口里 直不一地钉紧清晰看 嘴角带着令人恐慌的笑容 即使是在日头 他全身黑衣 面上戴着面具 完全看不清他的样子 只是面具上面的嘴 和眼的位置是漏空的 他正露出裂开在笑的嘴 在牙齿上面 还带着残留的血迹 看来 他就是那只食人魔了 他的身影在阳光之下 映出了一个巨大的影子 只凭这一点 就知道这东西 一定不是鬼 清晰的心里 突然间有了一些莫名的放心 这时候 倒是有点不怕他了 请问一下是 清晰很有礼貌地 问了一句 清晰完全都不知道 自己是做什么 他当时的脑是不是撞了邪 那个是食心魔来哦 这么淡定 不会出事的吗 那个黑影 首先发出了一阵爽朗的笑声 声红的牙齿 暴露无畏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你订阅收听 在留言区留下你的看法啦 主播等着跟你互动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